所以第一道问题呢就是 为什么你们会是Pro-Life 为什么你会捍卫生命权 那时候其实我本身呢 是经历过这个堕胎的 后来我就经过一个counseling 大概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从那边开始呢 就开始了解 开始去探讨什么叫做Pro-Life 才对这个课题产生这个关心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不让一个人选择 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其实回到 我觉得有很多错误论 很常是被拒绝对Pro-Choice 可是你真正想的时候 当一个人说他们是Pro-Choice的时候 到底他们是Pro什么 所以当你说你是Pro-Choice 什么是Pro-Choice 因为大家都是Pro-Choice 真正的词语 应该是你是Pro-Abortion吗 就是你是Pro-Choice还是Not-Pro-Choice Pro-Choice是选择对不对 那么如果大人有个选择 那么其实宝宝呢 父里的宝宝他也是有一个选择的 虽然他还没有出生 但并不代表他是没有选择的 下一个问题呢就是 如果孩子不是因为创伤 可能是因为病情 然后父母想要打掉的话 你会怎么回应 这个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听到你怀孕 然后你听到医生跟你说 你的孩子有一个医生的状态 是一个非常非常痛心的一句话 你听的时候你真的是 你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慢慢的跟他们 这个妈妈还是爸爸 慢慢的跟他们整理 跟他们走 他们所有的问题啊 所有的担忧啊 都慢慢的一个一个听 一个一个的真的是 就是跟他们陪着他们走 这个整理 可是我们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要想 其实我们有这个权利 并说生命应该几时开始 跟应该几时结束的吗 是我们的正确吗 很多人听到了 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个医生的状态 很多人因为医生这么说 我觉得说你应该打掉 你通常都会听医生的劝告 对吗 那你说医生叫我把孩子给打掉 那我就把孩子给打掉 那也有很多人说 其实医生虽然是这样告诉我的 可是我选择把孩子给生下 那孩子生下了之后呢 有时候他们说 其实孩子没事啊 孩子完全都没事啊 我有跟这些人谈过话 那他们就告诉我 如果我当时就是 take the position in my own hands 没有听神的劝告 让神来决定说 孩子的生命 其实在什么时候 才会被结束 那我不会有这个孩子 I would not have given birth to this beautiful child you know if your parents 把你给打掉的话 你今天都不会在这里 我很 I was very privileged to 认识这个 couple 那我们的生命 那他们在怀孕的时候呢 他们医生告诉他们 他们的宝宝 有这个医生的情况 叫做 Ukrania 那Ukrania就是他们的孩子的脑袋没有发展完 对 There's no skull is not fully formed 没有发展完 那孩子 大多数 大多数 高的数量 他是不会生命的 他们可以选择 把孩子 就是在那 在子宫里 就把孩子给打掉 还是就是 慢慢的盼望说 孩子到底 第一 会不会 继续 right when the child will survive all the way 然后呢 如果真的把孩子剩下来 那怎么办呢 那他们就在这个 决定中 挣扎了很久 那有一天 他们去了医生 然后医生就给他们看 孩子的扫描 在那时候 他们告诉我 他们就看到 他们的儿子的心在跳 儿子在拼命的挣扎 他要 fight to the end 活下去 对 他要挣扎的活下去 那他们看到 那个小毛儿子 他们说 如果我的儿子 就那么 拼命的在活下去 has so much will to live 我怎么能够 把他给打掉 对 那我还记得 爸爸 那个爸爸告诉我 because这是我的儿子 他是我们的家人 在家人当中 Nobody gets left behind 我不会把 我不会放弃 我的儿子没有放弃 我也不会放弃 you know went through the whole pregnancy 宝宝生下 宝宝 live for 6个小时 6个小时 然后过了6个小时 他就去过世了 对 就过世了 可是如果你问 爸爸跟妈妈 他们有没有后悔 这个决定 有没有后悔 把孩子的生命保住 有没有后悔 没有把孩子给打掉 他们会完完全全的 告诉你说 没有后悔 虽然 the prognosis was so bad 他们是不会放弃 而且他们没有 后悔那个决定 对 你讲了我都盈眶 因为真的很感人 而且包括我自己本身 我也有 chronic illness 而且我自己都 每一天我都会 fight against chronic illness 可是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我不觉得说 如果我的父母打掉 我会更好 因为我觉得 反正我庆幸的就是 我有这个生命 是可以去庆祝的 我有这个生命 是可以去 很精彩地活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 很大的一个见证 而且如果你跟很多父母 就是有special needs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e special needs community community对吗 你跟他们通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 so joyful 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喜乐 我有看过一个video if you know you guys can go check it out this video of this man in the US 他的名字叫Frank Stephens 他有down syndrome 可是他站在法庭上 他说 我不是一个错误 I'm not a mistake I am who I am 我是一个演员 我是一个spokesperson 我是一个 I'm not a scientist I'm not a researcher 可是 I'm the best person to tell you that Down syndrome is not a mistake and he just 在那里就是 很有自信 对很有自信地说 我不是一个错误 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every life is too passionate 神没有说 let the certain type of children come to me 他没有这么说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所有的孩子 你有什么种的病情 你都可以来的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你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看吧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 社会的判断 凭什么来说 这个孩子有这个medical condition 或者先天的缺陷的话 他是不好的 他是不高兴的 他是就生命价值就减少了吗 对 他是痛苦的吗 其实不一定的 你看着很多个 这种有先天缺陷的小孩 其实他们很开心的 他们很高兴 可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去跟他们相处过 你没有真正跟他们去 去花时间去了解他们的话 我们凭什么去说 由我们自己判断说 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 他们是错误的 对吧 这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去判断 还是我们自己去论断的 就当然很重要是要跟神一起走过 没有上帝 没有那种平安 我觉得是也很难 就是没有那种的喜乐也很难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让每一个生命都有机会去经历 生命的精彩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很多 就是讲到支持 讲到支援 可是如果一个的 可能在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人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弟兄姐妹 在一个国家是没有像Happy Project 没有像这样子的机构 去帮助他们支援他们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他们的 堕胎的选择 我想对 在一个 如果在一个没有所谓这种组织 没有办法找到帮助的国家吧 有几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说的 就是第一 那个女生本身吧 或者是男生跟女生 通常这种事情发生的 通常是男生跟女生嘛 就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去confine 去说 然后是一个 最好是一个有 有智慧 然后是一个 能够引导 这个能够给出这个女的 一个very sound的 advice 对吧 所以这个就要追射为 again it comes back to community 就好像 even before这些事情的发生呢 我觉得一个人 尤其是基督徒吧 就我们的church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在church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群体 都发展 even before things happen 然后如果有东西发生了 不要害怕去说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女生 就好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吧 我就在我的脑海会manifest很多那种 各种各样的情况 每一个都会安闹于 不好的 就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条出入是好的 可是其实都是在我脑海里所构想的 我没有真正的去找一个 比如说church里面 pastor之类的 我可以信任的人 而去说出这件事 如果当时我那么做的话 可能pastor会给我一些 对不一样的建议 或者更多的其他的选择 其实还有一点的就是鼓励他们去找 现在的网络发展 发达 那么发达吧 总是在别个国家 其实还是可以通过网络 就好像我想说的是 Bartons Project Singapore 一个我有份参与的 这个脱胎后援助的这个组织 也是有online的support community 所以其实 不管你身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你还是有机会去寻求帮助 就try to 不要觉得害羞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把网络的发达 让我们可以真的向别的国家的人求助 或者甚至是有一些advice 去听了这些advice 然后自己才可以做一个上的 一个比较好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说 一份说得很对 帮助是其实每个地方都在 我觉得说 圣经是一个人家可以去的 如果你是还没有 就是一个 还是堕胎后 男生还是女生 教会应该是一个你可以去的地方 来寻找帮助 如果你在一个国家找不到帮助的话 你在新加坡 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帮助的话 教会应该是一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你能找到地方 能找到帮助的地方 可是我们要成为那种空间 我们必须开始谈谈这些谈谈 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人 我们的民众 是什么意思 要尖尬生命 像是神尖尬的 如何尖尬的 我觉得重点的词汇就是 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从教会来开始 所以基督徒要醒过来 基督徒要醒过来 我们要成为那个地方 如果我们不成为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怪罪别人 说你们是做怎样的选择 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一个支援 去成为他们的爱跟帮助 对 现在一个问题 有人问的就是说 如果真的 勾出这样的一个对话过后 谈了那么多过后 想了很多过后 会有还是决定说 我要躲胎 然后他真的去躲了 然后身为教会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陪伴 这样的一位 低胸化事件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吧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 躲胎过后 我们会有这个 治療程序 很多女生嘛 就是还在那个 否定的阶段 就是她们还没有办法去 承认其实 墮胎就是躲走一条生命 所以我们又 会跟着女生交谈 先了解到 其实她的 心里是怎么想的 所以很多时候 也是很多这个 conversation going on 去了解到 她其实在哪个阶段 然后慢慢的 其实必须了解 让她了解到 如果她真的是 去走一个生命以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 真的从那边找手 然后带领她走入 一个痊愈的路程 所以在这个痊愈的路程上 我们会有一些 Bible study 我们会有 对 所以我们有这个 8 week to 12 weeks program 所以我们其实会 用一本书 也是从外国买 进来的 不过是一个Bible study 然后就从中 跟她每一个星星 会walk through 这个不同的情绪 我们会有 其实经历的情绪 就是一个 当知道她是躲走一条生命以后 它就是一种 哀悼的过程 所以其实基本上 哀悼的过程 人基本上 会经历几种情绪 就是那种 愤怒 否定 不能原谅 然后忧郁 等等的 所以是反反复复的 几个情绪 我在这个辅导过程中 我就跟我的这个 COSLA 做了one to one的 这个Bible study 就大概 整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走过这个 然后还有一些group的 这个 除了一对一 我们还会做 我们看当时 会有多少个女生 其实很多时候是 神怎么带领这些女生 到我们的当中 然后我们会有这个群体的 因为有时候群体的这个 就好像retreat 在Rachel's Vineyard 早前我提起的这个 retreat是一个群体的 这个痊愈会 那群体中的好处就是 其实让他们也可以知道 You are not alone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会陷入一种 觉得这个是自己一个人 在争杀的事情 那只要我们能够敞开心房的 好像我们说出自己的经历 还有让他们能够听到 别人的经历 那他们其实觉得 这个事情不只是 我一个人在面对 这种情绪的困扰 不是我一个人在面对 有时候他们会问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然后还有很多人会有 对于小孩在哪里 现在去了哪里 脱胎后 种种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在这个Bible study 还有retreat里面 我们都会让神给他们一个答案 对 所以 对 就我们就会有这种program Soregious Vineyard 是一个program Button Project Singapore 就是有online的support community 所以就像早前说的 他们也是可以上去 把自己的情绪去抒发 然后会有那些moderator certified的 然后受过训练的 会怎么样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帮助他们这样一路的走过来 嗯 就很多时候可能 别人会觉得 只是多了快 多了太过后 可能就讲说 不是你的错 你没有错 可能一直这样讲就可以了 可是其实不是的 它是有一个过程在当中 所以其实我一个好奇的就是说 你身为就是走过这样子一个过程的 你觉得 compact to 一个人一直跟你说 你没有错 你没有错 ok的ok的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的 胜利 什么样的一个的突破 跟自由 跟盼望吧 我想 其实这个 这个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让我联想到一些东西 就是 对于一般上的人来说吧 其实我要说的一点是 有的时候 最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个话题的话 如果有个朋友一天告诉你 我其实我多过胎 那其实身为朋友 你要怎么样回应 嗯 其实那一点是我其实最想要跟大家说的 嗯 嗯 我们其实网上有写了一些article 之类的吧 我会鼓励大家一起去去看一下 不过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是 你可以 一个 嗯 嗯 就是同理心来说 啊 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可是 你就不要对那个人来说 啊 我了解你 你没有办法 因为其实如果没有经过这条 你不是不能够了解的 对 对 真的不了解 你不是不能够了解的 对 那也不是我们所想听到的 对 所以我是说 不过 重点最需要的就是 我们不需要人家的审判 跟condemnation 对 因为他内心已经受那种煎熬了 他每天已经会 已经在被自己的condemn 被自己的折磨了 所以 讲到佛又回去那个community 就是equip那个community 让他们知道该怎么样 去帮助这个群体的人 然后 在 至于你说的嘛 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其实更多人呢 会觉得 一旦我陷入这个忧郁的时候 第一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 我们会去探讨这个问题 第二 我会不会痊愈 我会不会有一天 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他们会总是觉得 自己陷在一个pick 在一个洞里面 没有办法走出来 其实 对 所以在这个圣愿中 我们就会说 我最常对他们说的是 我经过 我知道 我也是会觉得这种绝望的感觉 是怎样 想死的感觉是怎样 但是 重点是 依着神的能力 对吧 我们是会走得出来了 走出来 痊愈是怎么一个样子的呢 痊愈其实就是 你不会忘记 你是会记得的 但是 你每一次说你的经历的时候 那个痛的intensity 那个痛的深度 就会减少一点 但是 慢慢 你说的越多你的故事的时候 就慢慢的减少intensity 但 并不代表他不会痛 但还会在 可是那个痛的 objective是什么 就是 推使我们去 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把你的故事再说出来 就是说 我们不是会成为一个 没有感觉的人 而是我怎样把这个感觉呢 去 去用在这个pro-life的这一点上面 在什么时候 说什么 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也是要 了解这个 痘态这个话 其实这个过程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对 普通人 you know the common person you may never be equipped if you don't start 可是你要 recognize that 有些councilers 比如说 for example Evan They are here to help 他们是来这里 帮助我们的 很多人不知道 会有 post-abortion council Bartens Project Rachels Bintiak 如果我们能够 多了解 他们做的 帮助是什么 我们可以 direct 我们的朋友 去receive这些 help 因为 做态是一个很 complicated 好像比如 Evan说的 很多过程 对 很多不同的 feeling 对 有一个人 一个council 一个professional 跟你 和你的朋友 还是跟你的朋友 process that 也是很重要 对 对 然后来到另外一个问题 很有趣的就是说 他就问到 如果我的伴侣是 pro-choice 就是捍卫选择权的话呢 可是我又是捍卫生命权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 he is pro-choice and pro-life 我是不是应该在交往之前 就已经开始讲到这个话题 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我没有听过 有人 在交往的时候 去谈这个话 对 可是我觉得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在 就是在这个conversation 当中的话 你就会慢慢地了解 为什么你的老朋友 还是女朋友 是pro-choice 从你们 谈话当中 你会了解这个人的 value 是什么 对吗 他们怎么看这生命 对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 哦 其实 宝宝在子宫里 不是孩子啊 不是一个生命啊 还是 如果有个medical condition 不值得留下 你会慢慢地清他们 其实 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从那里 会了解说 这是 你的神到底是 站在哪一边呢 我觉得说 在还没有谈pro-life pro-choice 之前也是要 um understand God's view on on sex on pre-marital sex or even sex um 因为 consent to sex is consent to pregnancy consent to parenthood um 你要 everything comes together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conversation当中 你会 发觉到 你的伴侣 伴侣 伴侣 you know how much he or she treasures life your body your own you know your personal being God's word 这些都会 从 谈话中慢慢地 交易出来 对 will come out ok 我们终于问完所有的问题了 真的很谢谢Debbie 还有伊芬 今天来我们这边分享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自己身为一个差一点被多了的一个孩子 其实 shocking 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我听这一些的内容 对我来说 it's very surreal 而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 我也很清楚 其实跟 Cristiano Ronaldo Steve Jobs Justin Beaver 他们全部都差一点被打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能够站在这里能够听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能够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 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 surreal experience 而且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真的是 我们在电视机前面 在YouTube前面的朋友呢 可以知道说 不要只是讲一个label 讲说我是pro life还是pro choice 真正去明白你的价值体系是什么 重视的是什么东西 不要只是哪一个label放在你自己身上 而是真正更深入的去明白 而且呢 我觉得在我们当中 我们在这边讲这些东西 不是为了要告诉你说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应该怎么做 而是我们正想要聆听你们的想法 所以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如果有更多的 你同意的不同意的 其实都可以放在留言区 我们真的很想要跟你们连接 去讨论 去商讨论 然后更多的在各大社交媒体 你也可以message我们 我们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conversation 一个的对话 而且呢 如果呢 可能你也是面对一些的 可能你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本身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愧疚感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的 condemnation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还有伤痛还有阴影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到各大社交媒体来联络我们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一起走过 不要把自己藏起来 不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因为会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机构 很多的群体 还有教会 是愿意跟你们一起走过的 所以不要在你的背上里面躲住 而是要来敞开自己 让别人也帮助到你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 Hardbeat Project 还有Richard's Vineyard 还有Button Project 对不对 他们所做的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去到 好 Hardbeatproject.sg 你也可以在Facebook 还是Instagram找我们 可能放在这边 可能放在那边 不知道放哪里 你们就去找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而且我们所做的工作 他们所做的很多的这些的 partnership 我觉得都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 所以 鼓励大家去搜索 而且呢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或者是你还没有subscribe 你在做什么 还没有subscribe 你不会后悔的 所以订阅subscribesubscribe likelikelike 所有的posts哦 likelikelik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锁定 我们下个星期星期四八点半 再见咯